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这个康瑞台风在花莲玉里这边带来的最新灾情 那么现在可以感受到这个风雨是相当的强劲 外面的风势呢是吹着这个用餐区旁边的这个铁门以及玻璃是砰砰砰的响 那么刚刚呢就在我们在旁边用餐的时候 这一处的玻璃就被这个风势给吹破了 整片的玻璃当场就碰的一声掉了下来相当的惊悚 那么除了这个玻璃之外呢 便利商店内的其他的地方呢也有出现了灾情 那么在这个便利商店的玻璃门呢也是整个惨况 整个玻璃门都已经快要脱落 那么在外头呢也有发出巨大的声响 那么到外头看的时候看到呢原来外头的这个铁皮屋顶是整片的往下掉掉在了地上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钢架在上头相当的危险 并且是打中了旁边的车辆 那么也提醒所有的民众现在花莲的状况是风强雨强的 那所有的民众呢在出门的时候或是进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 继续带来掌握康瑞台风的最新动态还已经在下午的1点40分正式登入台东了 那花莲的雨势感受上也非常的明显 我们在往石南撑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就发现了现场的山区已经出现了小型土石流的状况发生 可以看到影片中呢非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都已经是直接砸落地面 再来呢我从马路上往前走其实就发现淹水的高度已经达到了小腿的高度 非常的状况非常严重 那现在呢除了石块还有淹水的状况发生之外 其实我们持续往前走都可以发现现场的路数呢都已经是倒一片了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开车过来的路上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路数都是被直接拦腰折断 那还有非常多是直接被吹到路面上 那当然现在呢非常多的车辆呢在通过的时候都得特别留意 也得减速慢行才可以特别的通过这一条道路 不过目前呢其实国家警报已经持续的不断的警铃大作 就是因为现在呢在花莲山区的部分已经有超大豪雨的状况发生 因此再次提醒花莲山区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是尽快去避难避免危险发生 近经花莲吉安中正路二端上一路上抢风大雨 就连一旁的货车和休旅车也遭殃 先是看到一辆休旅车侧翻 只不过休旅车侧翻的地点不是路边而是整个飞进田里 这抢风车子就整台飞起来了 就整台飞起来 不只这辆休旅车被强风吹翻 那一台货车也同样被康瑞强劲风势整个翻倒在路面 由于车辆翻覆还没办法尽速脱离 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 而康瑞台风已经在花莲地区造成十几以上强阵风 连路旁停放的车辆都会被吹翻 威力实在不能轻扑 东西游花莲综合报导 龙卷风 那龙卷风耶 哇 好恐怖喔 发联有网友在社群上贴出了这一段影片 直呼寿陵乡家湾地区居然出现龙卷风 不仅这位网友拍到疑似龙卷风的画面 也有网友拍到了这个怪风 行经了北埔 康乐 嘉明 最后在家山地区消失 造成部落多知念感被拦腰折断相当吓人 不过有专家就认为这其实不是龙卷风 专家表示龙卷风行程的条件 要在冷热温差较大的地方 以目前的温差来看 这个怪风应该不至于是龙卷风 特别是只有平移 没有旋转 很有可能是拍摄地点 正好有一片比较低的云集街 被墙风吹着跑 昨天新闻黄一鸣花莲报导 好 主播 尽管龙卷风已经登陆到台湾了 但是您看到事实上在北花莲这边 真的是灾情惨重 您看到像这样 其实一整排路数倒塌的情况 是很常见的 而且我们人是在北花莲 兽峰湘以及秀林的交界处 像整排路如果你要开车经过的话 就好像在玩障碍赛一样 但是其实在往前走 方便路面都有积淹水 而这个淹水的情况有多点重呢 你看到其实现在积淹水的状况呢 可能已经来到了这个脚踝的部分 而且后方车辆在通行的时候 也是会溅起了水花 我们现在是在寿峰的地方 其实寿峰在整个暴风圈的影响起来 相对比较小一点 但是因为长风一直吹来 现在长风预估也有来到13级左右 而且其实现在其实真的是茫芽影片 尤其现在月玩呢 其实雨势跟风势是变明显的 在寿峰这边呢 在这个刚刚每一路经过的时候 包含我们看到招牌被吹翻 还有这个路数倒塌的情况 然后你看到呢 其实现在在整个路面上 基本上都已经会变成汪洋 变成小河了 也像是在花点掌握到这些消息 好 各位观众 持续的带您来关心到这次的台风呢 为日理是带来了长风好雨 那么这雨势之下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状况 相当的惊人哦 在马路边就有大淹水的状况 而且是淹上了明宅 那么这里是在通往玉里市区这边的道路 那么就在这边呢 这个水啊是因为这边的沟渠呢 排水沟渠呢 已经有堵塞的情形 导致这个水呢 深度是淹到了大约是小腿肚的高度 那来问一下知名 这样的状况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我们后面是山 然后只要有好雨是 就会导致土石流发生 然后但是我们这边的排水沟呢 它也没有到非常大 所以流水量就是会非常小 所以导致水就淹上来了 知名表示说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雨势呢 是会越来越大嘛 那么他们也就很担心呢 之前呢 曾经有淹到大腿的深度 他们也很担心这次会有这样的状况哦 那么在他们家前面这个水流呢 其实是相当的强劲的 那么现在这要在里面站稳 是有点困难的 可以看到呢 现在水都是往前汇集 到了这个排水沟里面 不过呢 道路上这边的淹水的程度 是已经几乎又看不出 排水沟的样子了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 如果要来经过这个路段 已经在住在附近的知名 都要来小心注意自己家园的安全了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为您掌握的最近状况 惊险一刻泥流滚滚直接灌进民宅 不到了 民政互相扶持冒险走过湍急泥水 部落民居情况更加危急 汽车摩托车统统被水覆盖 家中墙壁更是变成腹部 就连客厅也被泥水覆盖 当日台风大风大雨 让花莲着西湘公所前道路变河流 高速流动的泥水湍急 又危险 卓西国小也被泥水覆盖 部落里满是被强风吹倒的盆灾 屋顶也被掀翻 到处都是满木窗移 民众搭上车冒险在土石流中紧急撤离 康瑞台风直扑带来狂风暴雨 花莲处处都是重灾区 收风吹吸水暴涨 现场分不清是吸水还是道路 山边路二段排水沟暴涨排水不及 土石流直接淹没马路甚至冲进民宅 跌大雨导致整个溪水暴涨 怎么到台来不及鲜血雨势的情况 水直接一滴来到了山边路的马路上 民众家门口变着河流 眼看水势暴涨让人难掩忧心 刚有民众来表示七点多水就已经一滴 甚至直接淹进了屋里面 而这地方其实送风比较这个低洼的地区 民众是非常担心等到中午的时半 这个台风已经登月之后 会造成这个雨势更加的严重 墙台康瑞直扑台湾东部 花莲卓处处在警察局及乡公所人员救边下 共协助撤离居民32人 目前安置在酌西乡公所内 东西新闻黄一鸣 花莲报导 今天的风雨非常大现在土水流了 这户人家他开他的灰蕊来挡水 土黄色滚滚泥流不断冲刷下来 更淹进了居民家中 花莲玉里大雨里居民 出动家中大型农作工具 想要挡住水流 大雨里附近道路全都是泥水汗石块 分不清楚是道路还是河流 灾情惨重 居民满满无奈 而花莲东风里积水情况严重 居民要经过都相当困难 几乎无法徒步涉水经过 沿路积水就差不多从高潦到这边来 这边差不多在膝盖的位置 附近居民表示一定要搭乘小货车 才能顺利通行 不会被泥水淹到 要去哪里都很危险 而平顶部落土石泥流 从山坡上持续倾泻而下 道路上全都是大小石块 连周边柚子园也都泡在水里 果园里的狗狗相当无助 眼看泥水已经要淹上来 只能不断挣扎 附近的工程人员发现 有狗狗困在果园 赶紧让挖土机进行救援 更涉嫌进入果园 把狗狗的绳子解开 才能顺利脱捆 镜头再转到花莲丰滨台11线 边坡土石摊坊 阻塞单向道路 还有一处土石夹带泥水 像瀑布般倾泻 丰滨著名景点 实体渔港风雨也大得夸张 目前实体平安 港池内有一艘焦滑欢呼 康瑞台风威力强 花莲各地更是风雨第一线 居民把握时间尽速撤离 以免深陷危险 东西文地方中心花莲报导 花莲车站外风雨不小 马路上空空如也 而车站内部因为大雨 出现小部分积水情况 铁路也担心康瑞风雨 因此有列车已经停逝 本公司今天东部干线 南回线还有各支线 都全线停驶 包括对号列车 旗舰车 其中中部列车基隆到彰化 只行驶到中午12点前 巴督到台东的东部干线 还有三鸟领到瑞芳 统统全线停驶 我本想搭自强号 然后结果到现场的时候 他跟我说停驶 然后连区间都没办法搭 目前我们在一个地方 是在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台铁这边 为了安全起见 今天西部干线 在中午12点之前 只有机动的行驶区间车 对号列车全部都是停驶的情况 高铁31号则是正常运行 但改成每小时两班次 每班次都是整点和半点发车 全车自由坐 站站都停靠 而受到康瑞台风 外围环流强降雨势影响 比较容易发生土石流的 北回线重德路段 也已经有土石流出现 因此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 出现八级阵风的台九线113k到重德路段 以及台九丁线苏澳到河仁路段 还有封冰到十梯平路段 将持续实施预警性道路封闭 不过苏澳到东澳将依苏花改高架桥路段风力管理值 开放降速以30公里缓慢通行 还有台东泰马里金轮大桥 也在31号上午8点多 实施预警性封闭 由于不少阑线被强风大雨给吹落 台东上午9点多 停电户数已经达到7589户 其中长兵停电户数最多 台电则会在风雨减缓后立即抢收 都成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 好 各位 们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花莲知名的景点 花莲的鲤鱼潭 后面可以看到原本平静如静的水面 如今就像是汪洋一片 整个水上激起了阵阵的水化 而这个地方其实是民众常常来搭这个天鹅船的地点 后面可以看到一旁的这个 厌家的棚架 都因为整个强风豪雨的情况 都是整个摧毁的情形 从今天早上开始 这个地区就已经下起了狂风豪雨的情况 整个路面都是严重积水 甚至是有泥沙直接冲进到了一旁的这个 商店的工作区喔 而这地方 除了是知名的鲤鱼潭的景点之外 外头的马路上 其实就是鲤鱼潭的商圈喔 而鲤潭商圈的店家今天都是没有营业的状态 不过正在今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左右 这个地区下起的狂风豪雨 甚至出现了严重积水的情况 整个那个像海浪一样啊 那地方啊 像海浪一样这样淹下来 这边三边本来就会冲下来是不是 对 我那个帆子我还给他拿到旁边去了 那个还有弄出软湿 那个帆子我给他拉过去了 哇 那那一块帆子他弄整个变到 之前台风有这么严重吗 没有 没有 这一次很严重 可以看到水势雨势来不及宣洩 直接从马路直接从山边的马路直接往下来冲喔 而这地方路面上有非常多泥沙土石都是一天 今天早上在七八点的时候 整个雨势大雨不断的情况所导致的情形 我们一早 记者一早从这个台九县往鱼滩方向来行驶 整个台九丙县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多处的土石流摊放的情况 也再次呼吁民众 如果有唯一 在这个时段 终于会逐渐来增强 千万待在家中来避免危险发生